我认为法国法兰西民族对人类贡献很大 法兰西是一个伟大国家 很有独立性 所以这个国家是让人敬佩的 福建民大师 您好 谢谢您接受航向法国的房谈邀请 我们今天很高兴邀请到您 因为在所有名人中 您是最有资格来谈法国的名人之一 至不仅仅因为您曾经担任过许多的重要外交职务 特别是中国驻法国大使 曾为法中两国之间的官方交流 做出过直接的贡献 而且作为职业外交家 您的学士 您对新时代中国和世界外交发展的分析与洞见 以及您个人的儒雅风度和美丽 都受到中国与国际外交界和普通公众 特别是年轻人的赞扬和欣赏 所以我们中国名人谈法国 传奇节目今天想请您特别谈一谈您个人和法国 以及法国文化的关系 因为像您这样与法国有特殊交情的中国名人的法国故事 一定对中国网友深处了解和认识法国 促进法中之间的交流具有独特的歧视作用 您是什么时候第一次接触到法国和法国文化的 是通过什么方式 我第一次接触是在上中学的时候 当时有一场课就是多队 叫Denic Class 这是翻成中文的课 文章不长 但是觉得很打动人心 所以第一次接触的时候 这个法国人多队 阿尔丰斯多队 写这东西写得真好 就是再多的东西也懂不了很多 后来我学法语了 那就接触多一点了 当时我们学法语的时候 我们刚开头没有外国老师 我在1955年上大学的时候 当时中法没有建交 也没有关系 所以教我们的老师全是中国人 但是有一个苏联人 苏联的一个语言专家 跑去给我们教 这个当时教发音 他很注意发音 然后到了我大学的三年级的时候 开始有法国老师 当时法国老师 叫André 夫妇到中国去 那就是直接听他们讲课了 这个时候接触法国的 就是当时有着课外阅读 读什么东西呢 我们当时很可怜 我们拿不到原版的书 没有原版的书 就是打印的 油印的给我们看 课外阅读它量比较大 那就是看了个 Le Misérables 看了Joumi 哎呀对这个余果 说这个写得真好 你写这个Jean Valjean 写这个Gosette 这些这些故事 写得非常感动人 就是这一种禅 对这个法国的文学 产生好感 后来了到国外之后 买一点法国的书看看 看着对法国的文化 就开始接触 接触就很喜欢 就是这么一个过程 中学的时候有点接触 到了大学学法语 那是直接接触 因为你懂这个语言 你直接看 跟你通过翻译是不一样的 所以这是一种产生的好感 是在大学的时候 法国最吸引您的是什么 这个最吸引我的是文化 你看这个法国大街上 你走一走 到时候看看 这个法国文化的积淀 而它这个给你一种感到 这是一个文化制度 capital de la culture 你在这里看 什么地方你站下来 住住看一看 这都是 有很多的历史 而且呢 这种历史的后面是什么呢 人们喜欢文化 人们重视它 人们爱护它 人们要保 你看 你看有些房子旁边 很小的一块 这一块 这一点我觉得 很值得中国人学习 中国没有这个东西 你说故宫谁设计的 没有这个东西 所以你们这个国家 这么到处都给你一种文化的气息 你跟法国人接触 也很有文化 你跟法国人讨论问题 蛮有意思的 是 据说您的第一次来法国签证 曾找到拒绝 对 后来当你来到法国后 您最大的感触是什么 1961年12月 当时我在布达佩斯 因为我是59年毕业之后 就被外交部录用了 当时外交部了 就是根据周恩来总理的意见 就是要 早一点清念人 让他更多的学法语 学外文 成为好的翻译 周恩来他很懂外交 他说这个 没有好的翻译不行 当时新中国有一些老翻译很好 但是年龄慢慢大起来 周恩来很有远见 他说要从选 挑一批学生 所以59年毕业之后 我当时有幸就被挑中了 那个班很小 当时中国还没有研究生 但是一个特殊的做法 从一些大学里找了一些学生 人数不多 大概就是五六个七八个人 然后这里开办 专门来学习 我那在这里学习了一年半时间 我是59年嘛 本来应当到62年学完 1961年1月份的时候 当时呢 这个是 就是全国青年 他们呢 是世界民主青年联盟成员 它有个总部 总部在这个布达佩斯 布达佩斯 这个总部里面的工作语言是法语 因为这个主席是意大利人 这个总书记是法官 所以整个这个工作语言是法语 他们这个时候需要一个好一点的法语翻译 但是他自己没有 他就找外交部 外交部就决定把我借给全国青年 这样我在1961年9月份的时候 就到了布达佩斯 我给一个代表 我给代表当翻译 12月份的时候 巴黎有一个黑非洲留法学联 叫Féanf Féderation des Édudiants d'Afrique Noir en France Féanf 他们开代表大会 就邀请中国全国学联派人参加 我正在布达佩斯 他们派了一个代表 到布达格 就在那儿等我 我从布达佩斯就飞到布达格 向法国大使馆申请签证 这是拒绝 拒签 拒签 所以这个是当时 当时因为学法语的 很喜欢法国文化 第一次有机会去法国 那觉得是 哎呀 非常好 拒签 我们就把护照送去 Refuse 拒绝 哎呀 非常非常 觉得非常失望 非常失望 这是1961年12月份的事情 然后又有一件事情 当时 这个在非洲的达格尔 Sénégal 它有一个西非学生总会 他们开代表大会 也请中国学联派人参加 他们就派我 另外一个人去参加 也是12月份 我们就先坐飞机 我从布达佩斯到布达格 由布达格坐飞机 到Gonakri 到几内亚 然后从几内亚坐飞机 到Dakar Dakar 我下了飞机的时候 然后到那个 Immigration Immigration 一看 Do you say you want to know? No 两个中国学生不许进 所以我就 我跟这个另外一个 就是那是算领导了 我们两个在 这个机场的休息室 待了两夜一天 不许我们进去 也不许我们去住旅馆 就在休息室 待了两夜一天 就是这个 但是这个过程当中 很有意思 很有意思 因为我们这个学生 没有很多钱 那个机场的工作人员 让我们进他的餐厅 刚进 我们在那吃饭 吃饭就听他们一人 说是这个 我想这个事情 可能法国也干预了 所以我1961年 这两件事情 我到法国来 不让我来 然后到 我想到Dakar 才会 Dakar 你法国人也干预了 不许我去 不许我们去 所以觉得这个当时 法国对中国态度不好 这是我最初的印象 对您来说 法国意味着什么 法国是一个 伟大的国家 法兰西民族 对人类的现代文明 贡献很大 你看看 我帮Dakar 到这个先前词 你去看看 这些伟人 他们对当代 人类的文明的贡献 非常了不起 很多东西来自法国 我认为这个法兰西 法国法兰西民族 对人类贡献很大 法兰西是一个伟大国家 很有独立性 所以这个国家 是让人敬佩的 您最欣赏的 法国外交家是谁 法国的外交家很多 当年这个 Dakar 这很了不起啊 拿破仑时期 他就当外交大臣 拿破仑战败之后 他还当外交大臣 在这个维也纳会议的时候 法国战败国 他为了维护法国的利益 而做得不错的 是吧 这个Dakar很了不起啊 我听说他是一个瘸腿 这个人好像很聪明 很聪明 当然我对他的详细情况 不了解 对法国当代的外交官 我还是有点了解 当然 你们像你们的总统 薛哈克 他是主管你们外交的 所以他是最高的 负责外交的领导 对他2003年 反对 小布什 打伊拉克的勇气 我非常钦佩 之前 他对小布什讲 他说你不要打 打了对美国不利 打解决不了问题 他敢于把他的观点 讲出来 然后美国人很反对 他也敢坚持 我很钦佩 历史证明他是正确的 这个Jubert Védrine 也是一个很优秀的外交官 他当时发明了一个词 叫Jubert Védrine 这个中文很难翻 超级大国 再超级 他这个Jubert Jubert 更高一层 这个 这个我就当时感觉 他这个词发明 还是很了不起 因为苏联解体之后 这个 美国成为唯一的超级大国 2001年的时候 美国的GDP 占全球的31% 你看苏联垮掉了 美国的GDP 又是全球第一 这么压倒地位 所以美国人这种霸气 这个霸权霸主的地位 这个非常非常arrogan 这个就我感觉到了 这个时候法国人 想出一个词 一百倍上诗 我当时看着觉得很有道理 很有道理 这是反映了这种情况 所以法国的外交官 他是好在什么地方呢 第一 他敢于坚持 敢于说出自己的想法 而这个想法呢 不仅是从法国的利益出发 而是从人类的利益出发 这一点很了不起 第二 法国的外交官很敏锐 对世界有些问题 看得很清楚 他用了一个茬 很简单的茬 反映了这种状况 这个很了不起 在您看来 一位法国外交官 和一位中国外交官的 最大区别是什么 我想中国外交官的特点呢 我们长期很讲究纪律 中国外交官很守纪律 讲话了 好像要根据政府的指示 严格照办 这一点来比较的话 法国外交官呢 他们政府的指示 他照办 但是他在做的过程当中呢 他的创造性比较多 而这一点我觉得 是法国外交官的长存 中国的外交官呢 他是由政府的指示 他比较严格的按照去做 在做的过程当中 有的时候有很大的创造性 有的时候有不足 所以因为从比较起来了 从创造性来讲了 有的时候中国外交官很好 有的时候不够 法国外交官呢 就感觉出来 他有的时候在 比如像我在联合国工作的时候 法国外交官 有的时候一些做法 他就有一定的灵活余地 他可以拿起电话 大使直接给外交部长打电话 而且外交部长有不同意见 他可以跟他争 他可以跟他争 在中国不可能了 中国你哪能做到这一点呢 你执行指示就完了嘛 所以这一点我看因为 就是这种状况 我讲的这种状况 那是双方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 不同的历史造成的 我相信中国的外交官 在今后的岁月当中 这个创新能力 创造能力会进一步发挥出来 在您担任诸法国大使期间 给您留下最深刻印象的事件是什么 最深刻印象的事件 就是江泽民主席和希腊克总统 互房自己的故乡 这个很了不起 1999年 这个江泽民主席到了郭埃子 我们下榻在这个 Chateau-Biti 江泽民主席下榻在Chateau-Biti 这是希腊克私人的 一个Chateau-Privé 他自己的古堡 这件事情呢 江泽民主席很重视 因为他第一次 到另外一个国家元首的故乡 到他住进他私人的古堡 这个是他也非常重视 然后呢 江泽民主席到了 到之前呢 我去打前战 当时希腊克总统夫人亲自陪同我 Bernadette 我记得他拿了一大串钥匙 一个一个门开 一个一个门开 你这个开进去之后 就感觉这个 好像很长没有住人了 感觉出来这种情况 但是他 Bernadette想得很周到 他说你看在这些情况 他说你看有什么需要变动的 我们都可以 就是考虑到当时的情况 比如像这个律师里面 要不要让这个 让花倒这个有点 这个这样才有点措施 我就注意到这个江主席到了这个 这个 Gorais进入Chateau-Bitti 希腊克很高兴 晚上吃饭 晚上吃饭的时候 感觉出来 在进入这个 就是晚餐的这个 厅之前 我们在旁边一个厅 先喝一点阿贝瑞蒂 喝一点开胃酒 开胃酒呢 这个江主席的夫人王也平 她腰有点不好 所以这个时候就看见了 一个小护士 护士 给她弄一个 有一个垫子放在这里 好 我们就走进了这个餐厅 餐厅走进去之后 这个希腊克很有礼貌 把椅子拿出来 让王也平坐进去 然后呢 他大步流行地走出去了 我这个大使说 这么关键时刻 这个总统走出去干嘛了 过一会儿他来了 拿了一个垫子 靠垫 就是他在客厅里坐的靠垫 回来坐 拿回来之后 放在王也平后面 这件事情 江泽民主席很感动 王也平也很感动 为什么这样呢 你看 我想这种事情 在中国大概很难发生 对着讲 哎 服务员 你到旁边把那个垫子拿 他亲自去拿 这个总统亲自给你拿 你到我家里面来了 这个一点 后来江泽民主席 跟我当面讲过 哦 他说很感动这个事情 谈也谈得很好 我觉得人和人之间呢 交流的时候 他有很多共同的东西 故乡情 这个是人类共同的 大概中国人也好 法国人都喜欢自己的故乡 所以这个到了这个地方之后 希腊克很高兴 江泽民也非常地兴奋 我们一顿晚饭吃了三个多小时 谈了很多很多 你在外交谈判 不可能涉及的问题都涉及到 好来第二年 希腊克总统到扬州去 哎呀 我现在发现 江泽民主席也非常重视 他实现想 有什么好的法国音乐 他那个时候 就是宴会的时候 要放一点音乐 他为这件事情 专门请教了 希腊努克陛下 他说你是 你熟悉法国 你说有什么音乐 法国人特别喜欢 这希腊努克提了一条 那是La Vie en Roze 当时江主席那边 办公室就给我打电话 你能不能找一张唱片 找一张这个Disc 我送回去 歌词什么意思 他就会 他很重视这个事情 然后到了扬州 扬州吃饭的时候 这个江泽民主席提前几天到了 他要我跟他一起做他的专机 从北京到南京 然后坐车到扬州 我发现他非常兴奋 他觉得能够把希腊克总统 请到他的故乡来讲 这个是一件大事 因为到现在为止 还没有中国的国家元首 访问另外一个国家元首的故乡 和另外一个国家元首 访问中国国家元首故乡的先例 到现在这个先例没有打破 我觉得从中国外交史上来讲 这是一段佳话 很有意思的事情 我发现在这个过程当中 双方的感情加深 因为人和人交流 国家元首也是有感情的 他这个交声谈的问题就深多了 你怎么看待法国人的浪漫 法国人浪漫呢 这是中国人的对法国人 一般中国人对法国的印象 浪漫这个字是从法文翻译到中国去的 浪漫从这个翻过去的 中国人理解浪漫呢 就是男女之间的爱情 非常浪漫这个东西讲的比较多 就是讲法国人比较浪漫呢 好像法国人的想象力 感情比较充沛 这想象力比较丰富 但是呢 这个中国词的浪漫 我不知道法文里面有没有这个意思 有一点就是做事情不是太认真 有点这个东西 有点这个味道 这个事情呢 我认为是有一点误解 所以我经常就跟我们的同胞讲 我说你们一讲法国人浪漫 你们可能不了解 法国人有很强的创造能力 当今人类文明很多东西都是法国人创造的 是吧 法国人科技发明的能力也很强 我觉得法国浪漫要分析 法国人呢很热爱生活 感情很丰富 但是它还有很丰富的想象力和创造能力 这个我们不能够用一个浪漫来概括 在您看来 什么是法式生活艺术 它应包括哪些主要元素 这个L'art de vivre 这个可能是中国人和法国人共同的东西 法国人非常热爱生活 中国人也非常热爱生活 中国人很注意生活质量 哪怕是条件有限 但是总是想办法做得更好 你平常在家里面吃很重要 是吧 这个是一种生活意识 中国人非常讲究吃 这个他可以花很多时间在家里做饭 我也做饭 做到很开心的事情 做了饭大家很喜欢吃 这个吃很重要 这个对于这个酒 中国人也很喜欢 中国人大概喝白酒多 这个饮料 这个中国人也很重视 生活艺术 音乐 中国人也是很讲究的 中国那些音乐 春江花叶乐 你听起来 你想象当时那个景色 这个对吧 听的 就是眼睛看的 中国人生活的艺术 绘画 这个中国人也很讲究 特别是条件比较好 他家里面总有几幅画 看 他这个都市反映的自然景观 环境 生活艺术 中国人也很讲究 你看 中国人喝茶 什么样的水 配什么茶 这个什么样的水 这个茶怎么泡它 那都是非常有讲究 因为生活艺术你看吧 吃的 喝的 住的 另外环境 环境很重要 环境有个自然环境 有个人文环境 你请几个朋友 这几个朋友很好 哎呀 这个谈得很扯头肌 吃的好 喝的好 谈的好 这个中国人非常讲究 这些东西 放到法国来 相当一样的东西 是不是 从这个 我是在法国 我在法国 我旅行很多 你们这个 这个 国国省 我当然去了很多地方 哎 我每次去的时候 哎 跟法国人 总是离不开一个主体 就是 就是 那 那可以弹很多很多 这个弹起来没完 据我这个中国人 法国人都非常这个 重视这个生活的艺术 这个是两个民族的共同 这个 这个生活的艺术 反映对生活的热爱 这个很了不起 这个 这个一个民族 这个生活艺术 是它的文明程度的表现 您觉得 法国人的最大优点是什么 最大缺点又是什么 法国人的最大的优点 我觉得是 你们的文化 这是一个重视文化的名字 全世界各国的艺术家 都愿意到法国来 为什么愿意到法国来 你们喜欢他们 而这一点非常了不起 法国是一个最重视文化的名字 所以全世界的艺术家 他成功之后 他最希望到什么地方来办展来 到法国 这一点是你们最大的长处 最大的缺点 我很难讲出来 但是我觉得你们有些事情呢 做过头了 你比如讲你们35小时 我把这个事情跟中国人讲 中国人都笑了 社会进步 需要靠创造财富 财富是劳动创造 你这个35小时 意识这个劳动不好 越少越好 这个可能对法国有影响 我相信这个东西呢 是一段时间出现的 我相信你们这个民族 到时候会改变这个东西 也很多 这个劳动 你这个来的 人来到世界上 你不劳动行吗 它首先是生存的需要 而且是人生的需要 整天就吃喝玩乐 好像中途缺点什么东西 这个劳动是创造物质财富 精神财富的一个源泉 你说这个劳动越少越好 好像有点问题 你认为法国应该向中国 学习的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 中国应该向法国 学习的最重要的东西又是什么 这两大民族 两个国家都有各自的长处 法国学习中国 学习中国的改革呀 中国过去三十多年 怎么变化的 改革呀 在中国 你到中国大街上 去问老百姓 你对改革怎么看 大概绝大多数老百姓 跟你讲的改革很好 不改革 中国不是今天这个样子 在你们这里 老百姓问他 他怕改革 他对于改革 就出动既得利益 大家不大开心 但是这个世界要进步 你不改革行 你们国家 任何国家 中国有很多毛病 要靠改革来解决 你们也有好毛病 靠改革来解决 我觉得从这个 接受改革方面 法国人可能 要学一点中国 中国学法国 有很多东西呀 我觉得你们这个 你们的文化 这种包容 你看全世界的艺术家 都喜欢到法国来 中国还没到这个程度 对文化的重视程度 对文化的认识 人的创新能力 从什么地方来的 它来自文化 法国有个 Mecena的制度 Mecena 我就问他们 你们为什么要搞这个东西 它就是我是创造力的源泉 这一点中国人还没有认识到 现在我们有一些艺术家 有一些企业家成功了 他喜欢搞这个慈善 就是宣助学校 帮助穷人 这个是很对的 但另外一方面 一个国家也好 一个民族也好 前进靠什么 动力是什么 你认为中法跨文化交流的 最大障碍是什么 英党如何克服 中法文化交流 我看不出有多少障碍 那么多中国人到法国来 早上我还跟一个企业家 一起吃饭 她做得很成功 一个女的企业家 早上六点钟起来 到法国打街上去看 很喜欢你们的文化 你说有什么障碍 没什么障碍 你们法国人也非常喜欢 中国文化 法国人家里面 很多人家里面 都有一些中国的艺术品 她真的喜欢它 所以这两个大民族 障碍可能开始不了解 一旦了解之后很好 我注意到一个现象 就是凡是 到法国来拘留一段 之后的中国人 都很喜欢法国 我很少听人 都讨厌法国 这个觉得很喜欢这个国家 就文化上非常非常喜欢这个国家 法国人到中国也很喜欢中国呀 对中国文化这种 他写这种欣赏程度 超过很多其他国家 你们能看到中国文化的好的东西 你们这个眼睛很厉害 有些中国人看不到 你们看到 你们这一点也很好 障碍 没有多少障碍 就是有的时候在交流过程当中 也不大了解 慢慢了解了之后 就好办了 当然了解过程当中 你说障碍有没有 对中国的成见有没有 这个当然有 你说障碍 这个共产党的领导的国家 什么集权 什么没有民主 这些东西 这些偏见 当然会有些影响 我们对法国可能也有一些不同程度的偏见 但是一旦老百姓 人和人之间真正接触了 这些东西 这些障碍慢慢就消除了 对您个人影响 最大的法国书籍有哪些 看法国书籍 我当时看Victor Hugo比较多 Le Misérable 那个时候看了书之后 我觉得他真是一个了不起的作家 他不仅是对法国当代的社会 不看法 他也看得很远 我觉得对于果很了不起 很了不起 Le Misérable里面有这么一段话 就是他评论了 当时社会主义思想 共产主义思想 法文里有这样几句话 我觉得是他看得很远的 就是Le Partage Egal Abolie L'Emulation 这个讲得很有道理 19世纪他看到这个东西 你后来中国的大国贩 不是就是Bartage Egal 搞平均主义吗 他这个Abolie L'Otravail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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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远见 这个思想的深度 了不起 了不起 你说同时代的作家当中 你找出哪一个 当时共产主义起来的时候 大家都很欣赏他 这位知识分子都愿意 都愿意追随这股潮流 他觉得有道理 但是他觉得 搞这个Bartage Egal 有问题 这很早就看到了 我很佩服他 您记不记得一句 曾给你留下 特别深刻印象的 法国名人的名言 这是这个Basteur的一句话 我不知道法文讲的对不对 我记得是这个东西 这个翻成中文就是 机遇偏爱有准备的头脑 这个翻的大概基本意思翻出来了 很有道理 Basteur他为什么发现了 那么多东西 他有准备在思考 一旦机会来了 他就能够产生灵感 创造出来 这句话里面有很多哲理 什么叫有准备的头脑 L'Esprit Preparé 什么意思 就是平常要进行深入的思考 进行深入的思考 想得很多 想得很深 抓到点子上 一旦机会出去 会比别人更快看到这个机会 这一点很了不起 他的话很短 但是任何世界上的发明创造 都不是偶然的 它都是有准备的头脑 发明创造出来的 我们中国人现在非常注意创新 我认为要注意积累 你光是好像天上掉馅饼 那不一定 那不会的 这是有准备的 人要平常要积累 要思考 要学习 不能够满足一种 前人的知识 要往深入下去 慢慢一旦你发现新的东西 有人抓得住 好 谢谢您回答了我们的问题 好 谢谢您的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